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不对劲 你瞅瞅别人背后是怎么去去你的啊 去个瑞士发了一千条 咋的不行啊 你们不知道那个谁快要过生日了吗 从战转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开始 也就是画卷 7月10号 一直到老王生日 8月5号这一天 正好27天 也就是老王27岁 再看他们的日期 分别是10号12号14号 没错我们的火炬手142号 你们会不会有人说 这肯定是巧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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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一年他同样卡点了 就在老王26岁生日前的26天 他故意卡点了时间1830 我懂了 艺术生有一套自己的倒数方式对吧 而且还有姐妹发现 每个视频他都拍了一对爱人 行行行 这咱就等着吧 说不定过两天还有大堂呢 原来这小桃心也不简单啊 不可爱的小桃心会了 终于知道为啥战哥会KO桃心了 因为弟弟17年去瑞士的时候就穿着桃心 也证明战哥瑞士型就是他浪漫的环波之旅 有姐妹也发现了战哥每次的Vlog里都有一对爱人 今年的Vlog开始发布的日期到弟弟生日刚好间隔27天 弟弟今年也正好27岁 所以他就是在为波波生日倒数庆祝啊 觉得离谱嘛 但发生在他俩身上就很合理 就像去年哥哥在剧的宣传中间插播一条Vlog 发布时间7月11号到伯哥26岁生日也正好间隔26天 当天小事的卡点是18点30分 一伯合战 而且战哥发的Vlog第一针画面就是计时的沙漏 所以把这种种连起来 就是给弟弟生日大型的倒数庆祝的仪式感啊 哎呀呀 这是心疼的给战哥降温去了吗 最近的一昌一直是高温橙色预警的状态 当地的姐妹也说一昌这几天超级热 真怕剧组人员中暑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人说波波已经在陪着哥哥了 看样子 上次战哥说周末见的时候就是暗示弟弟会来探班呗 现在仔细看这瓶子里面不就是电池吗 难怪就只在那天说了周末见 最新的预告就变成了后天见 合着是在这等着呢 再看今晚弟弟又听起了歌 他在17号听了暗号和take you down后中间好几天没听歌 合理怀疑他是因为探班充电忙到顾不上 所以弟弟会听暗号加开车小黄哥 就是奔着充电去的 现在满电状态才有空搭理我们 行吧行吧谁让怡昌有你一喊热就多两根白头发的哥哥呢 老板你是说把所有的绿色都找出来吗 这回我真的相信罗伊威真的记忆小宝很久了 你看看他的这些东西 乌龟挂链 乌龟小包包 这个小猪挂饰我能理解 这个瞎的挂饰 而且人家还不止一种瞎呢 再看人家这个价格 等一下 那个老罗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家的粉丝是摩托 你要不弄点摩托的 我的天哪 昨天王一博和罗伊威的热搜一出 就宣布说商家还没有正式官宣 就这咱俩的一个热搜 就让这些老板连夜把所有的绿色全部上架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反正我很很期待住了 嗯确实 我也看出来你准备好了 各个地方的商家更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同时都在晒自己的绿色 包包也好 香水也好 能找到的绿色全都找出来了 更是有国主感慨啊 王一博的同款罗伊威 随便发一张就是上百的点赞呢 有一个恋爱脑严重的老板是什么样的体验 看这里给老板拍着照的小黑 真是难见又好笑 这一本正经拍照像在完成任务式的样子 想必是家里那位大老板让拍的吧 觉得小黑还是适合管孩子好些 孩子恋爱脑犯了可以随时用这眼神来提醒 再不行就直接用踢凳子来提醒 方便又有效 看着不情愿但还是乖乖交了手机 也可以像炎炎一样当他这里下意识地往他哥的车边走时 立马反应过来上前举拉 但有时也有失策的时候 比如这突然一屁股往台阶上坐去 为了卡这个点差点没把炎炎吓死 再看乐乐也好不到哪去 小老板为了秀大老板给他买的这个滑板新轴承 一大早就让乐乐把滑板反着拿 也不顾乐哥新穿的羽绒服 所以这里听说小老板愿意系着粉色围裙 是想要带回去时 俩人立马赶紧过去给老板系上 看乐乐笑得多开心 你就说在他家的那个是谁呢 那段时间全网都在找波波的时候 天天云时间他就穿着粉嘟嘟的卫衣出现了 暴在家宅着干嘛呢研究什么呢 我玩玩魔术最近 Oh really 咱就说变魔术是需要有人配合的 那个时候他也出不去 你说能是谁配合他呀 在波波这不小心碰外的摄像头里 看见了一个短发男子 还有人给他准备好热水喝呢 不但粉红粉红的还美滋滋的为啥呢 还有假料说过云时间连线波波的时候 是肖哥接的电话说波波在换衣服 所以节目一开始波波就整理帽子 剧组的过程十分辛苦 为了避免被粉丝发现 王老师呢是一路让司机开车到剧组的 而且呢也没敢走到天涅停车 直接进了酒店的地库 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啊 不仅是为了探班 而是剧组的剧片人 听肖老师说起过王老师 然后呢想要见一见 但是波波波一直很毛嘛 这个制片人在影视圈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听说很多大流量的都是他来操刀制作的 虽然评分不是很高 不过有他的青睐 也不会缺细牌 说制片人呢有进入电影圈的打算 刚好王老师呢 那会儿也想要往电影圈发展 很需要拓展人脉 肖老师便同中亲信 两个人在剧组上见了面 当时制片人为了保密 将整个一个楼层全部让出 电梯改成了楼层刷卡模式 甚至连楼梯间的门都锁了 避免呢有粉丝 或者工作人员走错撞键 他俩在拍戏的地方 才出去下馆子吃过饭 那家店的老板 虽然不在影视圈 但是人脉很广 专门搞了个店 直接带艺人朋友 让他们可以有放松的地方 王老师一直没去现场围观拍摄 因为一定会被粉丝认出 到时候也很难处理 所以也只待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直接离开 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 你是王老师的每次看班呢这是 其实还有点好看 假料来自天天向上工作人员的投稿 节目组其实不会明目张感的特CP 我当时还觉得气氛美网上那么热烈 也有点失落 我这个实习生百香果更不敢我的太过 和小宝接触过几次 就是可能知道我是节目组的实习生 有一次让我去主持人休息室里和TV兄弟 最后再去了一次修改流程和稿子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 主要是新人真的很紧张 然后我就在那手肘撑桌子拉手机 当时刷到用太太画的图案图 真的太传神了 放大看 然后后面突然有人问 这个反而是我吗 我当时真的有点吓懵了 是小宝进来休息室放滑板 然后我也没回答他问题 说我是来对接新稿子的 看我很紧张 他就问你是我俩的粉丝吗 我说是很喜欢你们 但是我真的是来工作的 然后他就说哦没事 工作加油 我是那种很容易紧张就脸红的人 他可能为了缓解一下 就说网上画画挺厉害的 画的他们两个都很像 我说是 然后他又说不知道是公司买的 还是真的自己画的 我说是自发的 你怎么不相信你的人气 然后他又说 有的人喜欢把战哥画成女孩子 我当时都原地实化了 结果他说其实还有点好看 今天我看到一个好搞笑的 关联词条 叫国军萧的雷神之锤 然后我就点了进去 出来的是这个视频 同姐 N9 你见你了 Hello 这个方姐是谁啊 你们俩已经一年了 一年了 一年了 那如果他们是陈琴令在一起的话 陈琴令是18年拍的 17年拍的 19年播出的 在一起一年了 那就是18年拍的对吧 18年下集到19年下集 没错一年了一年了 有人说在直播 我有听到 我有听到 我走 我走 笑在瞳孔地震 完了 Body Killer Body Killer 过方这个心虚的表现 那我们走吧 好 那边不要点 我一波很开心 互相看一眼 慢点慢点慢点 好 慢慢走 我快要你破摔 让我们再听一遍 慢点慢点慢点 好 慢慢走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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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神之吹 雷神之吹 你看已经在一起一年了 哈哈哈哈 我以为这 你以为这 不用问 这里是干嘛 我看的又是不完整的 我看的又是剪辑的 没有前因后果 我就看不懂 我补给的人 这段我要去补一下 这是什么 什么 大佬 大佬 还好不是说的 还好不是说的 还好不是说的是什么 说出来让我听听啊 满嘴 看我的好奇心 哈哈 这一点都不算年了 这谁说的 我辞助于在这儿啊 我辞助于在这儿啊 天哪 你说他俩是不是一对 嘿嘿嘿嘿 你说呢你说呢 你也不许在这儿 你也不许在这儿 应该是 我好像两人吃的 前方刚讲一遍 你也不许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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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皮股要修了 哇 这是什么家属发言 啊 这不就是说小情侣吗 这种情侣 就是今天两口子之间 才会这样讲话啊 哈哈哈哈 哇塞 哇塞 啊 哈哈哈哈 这个表情 信息便不信息 福管言福管言 光与博士用福管言 使锤了 哈哈哈哈 在一起一年 公司塔都上架了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雷神之锤 确实 除了中间那个片段 我没有看太懂 然后前面的在一起一年了 和后面的那个 刹车皮不要修了 哇塞 哈哈哈哈 好垂我好垂我 好垂进坑底了已经 好垂进坑底